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蔬菜牛肉卷 我们需要的材料就是这种切片的牛肉 金针菇,小土豆,彩椒,生抽,盐,黑胡椒粉 我们就只需要这些材料 首先我们把小土豆先切片 一个土豆就一分为四 我们把小土豆摆在盘底 然后我们把金针菇和彩椒放到牛肉片的中间 把它卷起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全部卷好之后 就摆在土豆片上面 然后我们现在在每一个卷上面刷上薄薄的一层生抽 不要刷很多,刷上一点 那么我们主要是需要这个汤汁和牛肉卷上的油 来到时候会渗到下面的土豆片上 那么那个土豆片呢就会非常美味 所以我们把每一个这个牛肉卷上面都刷上一层 但是不要刷很多,这个酱油,生抽 因为我们一会儿还要放这个黑胡椒粉和盐 所以就不要让它太咸 所以就不要让它太咸 所以我们把它的底部 尽量的刷上一些 这个汤汁可以渗到下面的 这个汤汁可以渗到下面的 然后呢,我们在上面撒一点盐 就不要撒很多 因为刚才都撒过这个已经刷过酱油了 好,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放入烤箱 400华氏度烤15分钟 好了,那么我们经过这个15分钟的烤制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牛肉卷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呢 然后把这个土豆里面有一些汤汁倒掉 然后再重新摆回来,再重新烤 我们这样翻过来,再重新烤一下 然后我们再放入到烤箱400华氏度烤10分钟 然后我们这样的话,这两面就都烤好了 我们还可以把它切开一下 因为这样的有点太大了 好了,我们现在就把它给切开 然后我们这样的话,这个蔬菜牛肉卷就可以吃了 那我们的土豆呢,还可以再继续烤一下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那个土豆的 放到那个烤箱里面 我们再重新再烤一下 因为这个土豆还有点不是很脆 好,这个土豆的作用呢 就是为了隔住这些汤汁和这些脏的东西 这样的话那个牛肉卷呢,就不会糖糖水水的 所以呢,但是我们这个土豆其实也是很好吃 但是我们要把这些脏的东西要弄下去 弄下去之后呢,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到空气炸锅中 再把它烤的硬一点 然后呢,我们把这小土豆片放到空气炸锅中 390华氏度烤至10分钟 那么这个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小土豆片呢,现在也烤好了 不过我们的这个,这个牛肉卷已经被吃的差不多了 没有几个了 所以呢,基本上其实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样摆的 摆一个大盘 但是现在都被吃的差不多了 我只能把这个小盘了 大家试一下吧,这个菜呢 是非常有营养也很简单的一个菜